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山鸡舞镜 山鸡长着一身自以为美丽绝伦的羽毛 每当她的身影映照在水里 她就对着那影子飞舞顾盼 并发出快乐的叫声 魏武帝时候 南方尽献给曹操一只山鸡 曹操听说过这种鸟善于飞舞鸣叫 可是想尽各种办法 山鸡都无动于衷 曹操很失望 这时 博学多才的公子曹冲 命人搬了一面特大的镜子 放在了山鸡面前 山鸡看见镜子里自己的影子 立刻两眼生辉 抖擞羽毛 仰手翘尾 旁若无人地对着镜子隐行高歌 载歌载舞 山鸡欲舞欲欢 上下纷飞 跳跃盘旋 简直令曹操和群臣吃惊万分 不料 只一会儿功夫 她竟粗然倒地 毕命于敬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